警方刀场两名男子人扭倒成一团 其中一人赶紧大声呼救 要远近来救他 原来其中一人受持刀线要攻击 双方在大街上互抢刀 警方感到将两人分开 警方感到将两人分开 分开分开先过来 惊悚画面就出现在23号凌晨 在新北市阴哥 郭欣男子不满借7万给黄欣友人 他却迟迟不还登门讨债 黄欣男子当时不在 觉得深夜遭骚扰心有不甘 也找了两面朋友前去理论 想不到郭欣男子早有准备 拿烂破刀冲出锥砍 双方在大街上打了起来 黄欣男子同伙也拿出预藏的弹簧刀 刺向郭欣男子的背部 双方扭打在一起 共事人犯害 妨害秩序 及社会秩序违法的 遗请新北地权署 两人原本是朋友 只因为债务纠纷 硬发杀鸡 虽然双方送医后 都没有生命违宪 除了被依法侦办外 这段交情恐怕再也回不去 记者谢汉阳 姚立强 多一轩 新北市报道